1950年10月7日朝鲜半岛的局势风云突变 美军悍然越过三八线 面对即将扩大的战争 毛主席下令已经动员完毕的东北边防军 立即整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准备秘密入朝参战 10月19日首批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鲁江 为了保卫家园奔赴朝鲜前线 其实当时首批入朝的志愿军人数并不少 足足有28万人 而且朝鲜上空有无数的美军侦察机 地面上还密布着进行监听任务的美军电台 但直到第一次战役打响前夕 美方还认为入朝的中国军队只有5万人左右 这就让人不得不奇怪 美军为什么没能发现数量庞大的志愿军 志愿军为什么要以秘密行军的方式入朝 又是采取了什么措施才得以满天过海呢 视频开始前 请各位观众点点视频右下角的关注支持一下 随着二战的结束 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迅速衰落 美国取得了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 开始领导西方世界进行国际活动 但美国也并非没有对手 在太平洋彼岸 有一个红色国度也在二战中迅速崛起 这个国家就是苏联 在红色苏联的指导和帮助下 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 纷纷建立社会主义政权 形成红色阵营 这个红色阵营引导着世界所有受压迫人民 进行反帝反侵略斗争 严重威胁了以美国 英国为首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 为对抗社会主义阵营 1949年4月4日 美英主岛成立了北约组织 并开始在社会主义国家周边建立资本主义政权 以形成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包围圈 朝鲜半岛上的北朝鲜 南朝鲜就是在这样的东西方对抗形式下成立的 北朝鲜属于社会主义阵营 南朝鲜则属于资本主义阵营 南北朝鲜本是同一个国家 同一个民族 却因为东西方对抗 不得不成了你死我亡的对手 1950年6月 为统一朝鲜半岛 北朝鲜领导人 今日承下令军队越过三八线 向南朝鲜进攻 朝鲜内战爆发 北朝鲜军队势如破竹 很快就打到了南朝鲜首都汉城 眼看朝鲜半岛即将统一 美国坐不住了 毕竟朝鲜半岛是美国用以控制远东 遏制苏联的一颗重要棋子 如果朝鲜半岛被红色政权统一 那对于美国来说绝对是重大损失 于是同年7月 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了介入朝鲜局势的决议 并迅速拉起一支 由世界上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 悍然干涉朝鲜内战 这是西方阵营第一次向社会主义阵营发起正面攻击 可是美国千不该万不该惹毛了东方的另一个红色大国 中国 1950年9月 联合国军成功实施迈克阿瑟的仁川登陆计划 朝鲜半岛局势开始逆转 北朝鲜人民军节节败退 联合国军则一路高歌猛进 将战线推进到三八线附近 面对朝鲜半岛局势的风云突变 作为北朝鲜邻国的中国多次向美方发出警告 表示如果美军胆敢越过三八线 中国绝不会坐视不管 虽然中国政府在国际上发出了态度强硬的声明 但其实当时国内领导层的意见大多倾向于不打 原因无非就是这两个 第一是新中国刚刚成立 国内经济十分落后 此时不适合打大仗 应当首先搞好国内经济建设 第二是美军极其纠集的联合国军武器装备精良 人数众多中国未必能打得赢 但是毛主席的一番分析很快打消了众人的疑虑 他认为如果任由美国帮助南朝鲜统一半岛 将资本主义的大炮架到中国门口 那我们一样无法安心搞建设 倒不如放开手脚打上一次 打烂了就当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 而对于打不打得赢 毛主席是抱着必定胜利的信心的 因为中国是站在正义的一边 是站在保家卫国的立场上打的这一仗 在世界上是能够取得广泛支持的 而美国是侵略者 发动的是不正义的侵略战争 在世界上是难以取得长久支持的 因此中国必将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除了毛主席的分析外 美军的行动也更加坚定了 中国人民保家卫国的决心 1950年10月7日 美国不顾中国的多次警告 悍然越过三八线向北朝鲜攻击 并且派出飞机轰炸我国丹东地区 造成多名军民死伤 严重威胁我国领土安全 面对狂妄的美帝国主义 毛主席当即决定要入朝参战 给侵略者还以颜色 保卫新生的中国 1950年9月 朝鲜半岛的美军成功实施 人川登陆计划 将朝鲜战局逆转 美军高歌猛进 一路将战线推进到三八线 10月7日 美帝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 悍然越过三八线向北攻击 同时还派出战机 对我国丹东地区进行轰炸 为了保家卫国 对嚣张的美帝还以颜色 经过高层的多次讨论 毛主席最终拍板决定入朝参战 而首批入朝的志愿军人数 虽然多达28万 但尽管美军天上有飞机 地上有监听电台 布下了密不透风的侦查网络 但直到第一次战役打响前夕 美军仍然认为 入朝的中国军队 只有5万人左右 那么志愿军为什么选择 以秘密行军的形式入朝 又通过哪些措施 得以瞒天过海呢 其实毛主席之所以决定 让志愿军秘密行军入朝 主要还是基于 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是政治因素 当时苏联虽然支持中国入朝参战 但也明确表示不希望 将战争范围扩大至整个东亚 乃至将苏联本土卷入战火 而毛主席也希望 将战争范围限制在朝鲜半岛 以免影响国内的和平环境 而且彼时的中美两国并未宣战 在国际法层面来说 中国是没有理由主动出兵的 所以在入朝前 对于入朝部队使用的番号 中央是经过了一番考虑的 最初是著名学者黄炎培建议使用支援军的番号 但是很快就被否决了 因为支援就意味着是中国政府主动出兵支援朝鲜 这会使得我国在舆论上处于不利境地 最终 中央决定入朝部队使用中国人民支援军的番号 表明并非是中国政府主动出兵 而是中国人民支援帮助朝鲜人民抗击侵略 除了政治因素外 支援军之所以采用秘密入朝的方式 还是为了使敌人难以发现起到出奇制胜的战略目的 为了顺利达到秘密入朝的战略目的 中央军委和志愿军采取了全方位的保密措施 首先是宣传上做到绝对保密 在志愿军入朝前 中央军委就曾指示各大军区和宣传部门 对志愿军的组件开把绝口不提 国内的报纸上也不允许见到任何提及中国军队入朝的字眼 这很大程度上迷惑了国际社会 除了不允许宣传外 志愿军司令部还要求志愿军战士也要做到守口如瓶 出发前对任何人都只许说示出远门执行任务 不允许提及入朝作战 这也让国内很多潜伏在群众中的敌特分子 无法得知中国军队已经入朝参战 另外 志愿军对入朝作战时所穿军服也下了一番功夫 为了保密 中央军委要求志愿军军服除了颜色是解放军当时的土黄色之外 必须摘下解放军的冒灰凶杖 随身物品中也不得出现任何体现中国人民解放军身份的用品 而且 在入朝行动中 前线指挥官无论军衔高低 职务大小 一律和士兵穿一样的军服 不得乘车 起码来体现身份特殊 这就使得美军即使已经侦察 发现了一小部分志愿军 还是认为这是一群没有指挥官 没有成建制的志愿者 在行军中 为了躲避美军飞机的侦察 志愿军也是煞费苦心 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命令 所有入朝的军队都是在晚上行军 而且一到了凌晨四点 就必须停止行军 凌晨五点前必须全部隐蔽 进入山洞 民房中 行军时 志愿军只走山间小路 汽车关闭大灯 士兵身披雪白大衣 和茫茫白雪融为一体 由于晚上光线暗弱 美军的飞行员只看到一片白茫茫的景象 根本就不知道那是志愿军的千军万马在行进 除了行军极其保密外 为了躲避美军的无线电侦察 志愿军司令部还下令所有电台 在行军时都保持静默 不到万不得已不使用无线电进行沟通 即使必须要通过电台沟通 志愿军司令部也要求 一律使用暗语 将电台中射击地名 时间部队翻号 指挥官的字句使用外号 数字代替 使得敌人即使间听到了电台信息 也是一头雾水 难以破译 同时志愿军在行军入朝过程中 还十分注重防范敌特渗入 在休息时建立戒严阵地 不允许老百姓接近 对于可疑人员要严加盘查 还经常在志愿军内部开展政治教育工作 发现思想出现动摇的 立即进行训问或调离岗位 但是古语有云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志愿军入朝这么大的军事行动 尽管保密工作已经做得十分到位 美军还是通过侦查 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但由于美帝的狂妄自大 很快他们就在严重错误的情报下 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1950年10月19日 志愿军在高度保密的前提下 跨国鸭路江 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征程 虽然首批入朝志愿军的人数 高达28万人 但是在志愿军采取的禁止宣传 官兵一致 咒服夜出 电台静默等保密措施下 秘密入朝进行的十分顺利 其实 除了志愿军本身的保密工作 做得好之外 美军的狂妄自大 也是志愿军能够满天过海的客观因素 那么 美军的狂妄自大体现在哪些方面 这种自大的态度 又是美军付出了怎样惨痛的代价呢 美军目中无人 狂妄自大的态度 可以说是贯穿了朝鲜战争爆发前和爆发初期的始终 二战结束后 美国越居世界头号军事强国 他麾下的士兵更是号称武装到牙齿 在人川登陆取得成功后 北朝鲜人民军的溃败 更使得美国领导层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认为根本不存在能战胜美军的国家 对于中国是否会介入朝鲜局势 美国更是坚定地认为中国不敢 也没有这个能力 其实早在1950年9月底 周恩来总理就通过外交渠道向美国转达了不准跨过三八线的警告 但美国总统杜鲁门却认为这是中国的外交讹诈 对此不屑一顾 除了美国高层的自大外 在朝鲜半岛的美军从上到下也是抱着一种轻视中国的态度 人川登陆成功后 其实美军战机每天都在中朝边境执行侦查任务 但这些美军飞行员压根就不相信中国会出兵作战 只是象征性地绕飞几圈 扔下几颗照明弹 压根没仔细往下看看 就返航回击得交差去了 而作为联合国军最高指挥官的麦克阿瑟 更是不把中国放在眼里 他认为中国绝对不敢出兵 即使中国出兵了 其战斗力在美军面前也是不值一提 他甚至认为美国军队很快就可以结束在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 回美国过感恩节去 但是很快 志愿军就用实际行动给黄望的美国一记响亮的耳光 让他们记住 自大是要付出严重代价的 1950年10月23日前后 美军侦查报告 有一支5万人左右的中国志愿者队伍正在向南方前进 直到此时 自大的美国人仍对中国有着严重的误判和轻敌 认为入朝的是中国的志愿者 而不是正规军 10月25日 已经隐蔽进入预定地点的志愿军 突然在温景一带发起攻击 猛烈进攻越线北上的美军和南朝鲜军 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打下 毫无准备的敌人被我军打了个措手不及 一时间首尾难顾乱作一团 此次战役 我志愿军杀伤敌军1.5万余人 迫使敌人全面难撤 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然而就算遭到了志愿军的打击 美国人仍然认为中国只是象征性出兵 部队数量非常少 其狂妄和自大 已经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 如果说第一次战役只是热身的话 那么接下来的第二次战役 就是彻底打醒了美国人 使他意识到志愿军是何等的可怕 中国人是何等的惹不起 1950年11月7日 在按照计划将联合国军引诱进入预定地区后 志愿军发起全面进攻 一时间联合国军的各个部队都报告受到志愿军攻击 似乎到处都是志愿军战士 在志愿军无处不在的攻击下 联合国军兵败如山道 土耳其团被全歼 美军王牌陆战役师被包围重创 丢盔弃甲地从海上逃跑 美第八集团军也被赶到了海边 联合国军一窥千里 直接退回了三八线附近 志愿军顺利收复平壤 彻底扭转朝鲜战局 此次战役 美军损失2.4万人 其第八集团军司令员沃克也在撤退途中被慌乱的汽车撞死 美国人彻底被打醒了 终于认清了自己面对的是多么可怕的对手 正是在这场战役中 那篇著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 诞生了 七十多年过去了 当我们回首往昔 回忆起朝鲜半岛上的硝烟 我们无法忘却志愿军战士那一张张充满稚气的 可爱的 却又如此英勇无畏的脸庞 我们无法忘却邱绍云的隐忍 无法忘记黄继光的英勇 无法忘却罗盛教的无私 无法忘却那些埋骨他乡 再也无法回来的人 正是这一群可爱的人 他们用英勇顽强的战斗 用前赴后继的牺牲 换来了朝鲜半岛的和平 换来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 换来了中国真正的战起来 对此各位观众有何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